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尽请关注 这是中国海军十年来派出去的第三批护航编队 时至今日 我国海军军舰外出远洋执行护航任务 早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 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是从海军军舰发展以及见识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 中国海军稍微显得有些阔绰 其实也就是最近几年连续下饺子后才有的情况 而回首几年之前 也就是护航的前四到五个年头 那便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像曾经因为腿短而被戏称为机场保卫者的中国空军一样 中国海军也由于在意军舰普遍老旧 敦位小 并且缺乏远洋补给舰支 而被称作海岸巡游者 直到2008年 中国海军终于遇上了那个走向深蓝的机会 愈演愈烈的索马里海盗逐渐成为世界型问题 作为国际和平维护者的补偿之一 中国也应当派出自己的护航军舰 却维护区域态势稳定 此时的中国海军建设已经小有成就 新式导弹霍卫舰方面 包括052B型 052C型 054型各有两艘 而054A型则有四艘 当然 远洋航行必不可少的生命之中 综合补给舰也攒出了三艘 它们分别是微商胡号 千岛胡号 以及青海胡号 让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 因为当时没人想得到从2008年开始 后面将近五年的护航的补给任务 都是这三艘综合补给舰在承担 每年都有新舰下水 且几乎都会去亚丁湾转一圈 积累积累远洋经验 可护航战舰换了一批又一批 补给舰却始终都是那三艘在轮值 平均每两艘战斗舰执行一次护航任务 这三艘综合补给舰就得跟进两个回合 估计亚丁湾索马里不仅是海盗 就连当地人民和这三艘舰都成熟人了 当然这也是缺乏远洋补给舰的无可奈何 辽宁号航母的传奇并非人人都能复制 韩国人花高价从外国买回来的航母 如今却成了中国的一座主题公园 微信搜索离粉防务 关注后回复公园前往了解详情 如今的中国海军除了军舰以外 补给舰也在疯狂下饺子 目前我们已经造出 温柔着航母奶妈之称的 4万吨级901型大型综合补给舰 具有跟随航母作战的能力 而2万吨级的903系列补给舰 作为海军补给的中间力量 更是已经造出至少8艘 综合其他岛礁补给舰 如今中国海军所拥有的补给舰数量 起码在20艘以上 反观苏俄海军 无论是相对阔绰的苏联海军 还是如今疲软不堪的俄国海军 都非常缺乏综合补给舰 那靠啥进行远洋补给呢 游船 没错 就是用途单一横速低下的民用游船 直到今天 俄国海军的补给主力 仍是一艘在1967年下水的 名为鲍里斯奇力荆棘的 排水量在2万多吨游船 该船运载能力为13440吨 虽然名义上是游船 却在实实在在承担着综合补给舰的任务 它一次性可以运载 8250吨重油 2050吨柴油 1000吨航空煤油 1214吨饮动水 450吨锅炉用软化水 250吨润化油 220吨干货 但由于缺乏直升机 并不具备垂直补给的作用 因而补给效率极为低下 作为50年前的游船 采用了单机单轴 单讲单舵的设计 航速自然也跟不上舰队的节奏 只能在舰队和基地之间 充当个跑腿的角色 俄国海军近年来 也曾组织过几次声势浩大的远洋行动 却被这艘最大航速不过16届的游船 限制的整个舰队都在归宿前进 目前 俄军也展示了下一代综合部机舰的设计方案 然而 依旧是以游船为基础改造的 唯一的进步在于 总算有专门的直升机停机平了 另外提依据 我们的青海湖号也是从一艘游船改造而来的 虽然同样存在航速问题 但其亚洲第一大的4万吨级体量 也算是足够当时远洋航行任务 并不很多的中国海军使用了 多年来的操劳 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 青海湖号正面临着退居二线 乃至拆解或者改造动力 继续发挥余热的选择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们该如何对待这艘老兵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交流看法哦 再来不服力 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玩的策略海震手游 游戏画面精美逼真 战斗观感给力 高度还原二战经典战役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清零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